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康 今天是2020年的1月22日 继续我们的一天一个小故事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建真大和尚 公元754年的1月22日 也就是1266年前的今天 建真大师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六次冬度 终于在这一天到达了日本 这一天可以说改变了日本的历史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位建真大和尚的故事 今天就不是小故事了 今天故事稍微有点长 说到建真 那是我们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一个人物 我相信每一个观众朋友 对建真大师的事迹都略知一二 今天我就稍微多讲一点 让这个人物在大家的心目中丰满起来 希望大家永远记住这个了不起的人 建真生于公元688年 于公元763年元祭享年75岁 建真是扬州人 他的俗家姓淳于 他的父亲的笃信佛法是一个在家修行的居士 师父是扬州大云寺的智满禅师 这建真的从小就经常跟着父亲到大云寺来参拜 到14岁那年 爷儿俩呢又来到大云寺来烧香 这建真呢就看着这些佛像 也不是怎么着 就突然就来感觉了 就跟他父亲说 我呢就不回去了 我就留在这庙里出家了 那父亲呢当时就很震惊啊 当时爷儿俩就在店外的台阶上就坐下来 就开始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结果怎么说也不行啊 今儿我就不回去了 那最后没办法啊 最后这父亲就找到了智满禅师 建真就正式成了大云寺里的一个小沙迷 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知识啊 人们呢经常在嘴边把那经常把那些出家人都叫和尚 其实呢是不对的 在寺庙里呢只有师父级的 只有那些能够做师传法的才能叫和尚 像一般一个大寺庙里边 像少林寺大概也只有三四个人才有这个职称 一般的小庙一个人也就才有这职称 普通的出家人呢都叫沙迷 我想到这儿呢大家应该听出来了 这位建真呢天生就是佛门中人 对佛法他不是简单的学习而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有那种求之若渴的追求 因为有这个热爱呢 他的境界自然提高的就很快 四年以后也就是在他18岁的时候 大缘分就来了 当时佛教南山律宗的宗师道案大师 应这个至满禅师的邀请 正好从长安到扬州来讲法 当时呢就由这个至满禅师推荐 建真就在大云寺正式从道案受菩萨戒 等于正式拜了这个道案 这是明满全国的大法师 拜他为师 说到佛教的律宗 那在佛教修行的各大宗派中 规矩最大 严守戒律 以苦修 组成 你像一般的戒规 基本的有五戒 八戒 诸伯戒嘛 八戒 这就差不多了 但建真呢修的是最高的巨族戒 总共有250个戒规 这么年轻就发这么大的志愿 就是在律宗中那也是少见 这建真呢 勤奋好学 佛业大进 而且他这师父通案大师呢 又是当时文明全国的建筑大师 这建真的又学到了大唐尖端的绘画和建筑技术 几年以后 道案大师呢 就带着他 兴建了当时的广陵龙兴寺和开元寺 这老师道案呢 同时还是一个医学大师 为了普渡众生嘛 建真的还苦学医术 他中医也有很高的造诣 是一个难得的拳台 建真的跟随着他师父是便游天下 从长安到洛阳便访各种山林 可以说 访便了当时天下所有的高僧 潜心佛典 年纪轻轻就开始涉谈讲经 当时就明满长安 建真的这时候感觉是好时候 当时正好是那个著名的开元盛世 正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盛的时候 等建真离开这个繁华都市长安的时候 已经成为了一个精通绿裔学有所长 知识渊博的一代名僧 当时他只有27岁 绿宗分成三派 南山宗 相部宗和东塔宗 作为南山宗的一个代表人物 这建真胸怀也大 他受邀到天下去云游讲法 对各家的学说互相参照 广为吸收 结果他就成为三宗的极大成者 这三宗都认他 最后呢 等于他成继道案大师之后 全国众望所归的寿界宗主 成为了明满天下的绿宗学的权威 他讲解各种绿学的经典 无数到天宝元年的时候 建真55岁 经他度化授界的僧众 已经有四万多人 亲传弟子就有上千人 当时呢 有一个说法 说这位建真大师是 江淮之间独为画主 点画的那个画 江淮之间就是他了 按今天的说法 那就是中国东南一带 最高的佛学学术界的泰斗了 德高望重 属于那种逢年过节 党和国家流党人 都要登门啊 前去慰问的那一种 但就在这一年 也就是公元742年 就出事 这时候呢 建真大师呢 主持扬州的大明寺 这个大明寺 就是他当年出家的 那个大云寺 这年的夏天 有两个僧人 就来到了大明寺 这两人话说的挺清楚 挺明白 但一看到建真呢 这俩就自我介绍 他们俩原来是日本人 这中国话说的还真好 一个呢 法号叫荣睿 一个法号叫普照 两个人留学中国已经很多年了 这次是专门到大明寺来请建真大师 恳请建真大师东渡日本 向日本去传授真正的佛教 为日本的信徒受戒 史料记载 当这个荣睿和普照提出了这个要求的时候 当时大明寺周围的数百僧众 漠然无印 都不吭声 被这俩外国和尚的请求给吓呆了 这荣睿和普照呢 就给大伙解释这个原因 大伙一听更吃惊了 这俩人掏出东西来了 这一看麻烦了 这俩人有大背景 是富有特殊使命的 这俩人呢 等于肩负着日本佛教最高层的嘱托 另外还有天皇赋予的特殊使命 人俩人身上带着天皇给的那个印信呢 相当于钦差 带着圣旨呢 这俩人等于是专门来到大唐来寻访一位高僧 请到日本去传法 再来拜访这建真之前 人家两个人在中国已经秘密寻访了好几年了 最后确定啊 建真就是拯救日本佛教的那个人 那日本为什么要飘洋过海 跑到中国来求助中国佛教呢 那是因为日本的佛教界是出了大麻烦 日本的佛教呢 最早是公元六十级经过 从中国经过朝鲜半岛辗转传入到日本 这佛教传入之前 日本呢 只有一个理论和形式上都非常幼稚的神道教 现在这神道教还是有模有样的啊 原来就很幼稚 等于佛教一传入以后 在那个上流社会立刻就引起了轰动 当然呢 这种二手的佛教根本就没有规矩 日本民间呢 普遍采用那种自愿的方式出家 对于戒律的理解也是五花八门 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宣布 我就出家了 我就是和尚了 也没有什么戒律的约束 那该平时该怎么过日子还怎么过 该吃肉吃肉 该喝酒喝酒 还娶妻生子 什么都不耽误 想干嘛干嘛 日本当时呢 官民对佛教都很推崇 但看着这样的僧侣吧 又觉得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于是呢 日本的佛教界自身就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不成啊 再不找人来管管 日本的佛教就完了 再加上这时候呢 这天皇也闹心 因为自从日本的推古朝以后 佛教大兴嘛 日本政府呢就规定 出家人可以享受各种的优惠 其中一条要命的就是免税 结果呢 好心办坏事 这一下就乱了 日本老百姓恨不得全部都立刻出家 出家呢 当时就成了最受欢迎的逃税的手段 也甭管这些人是否是真心向佛 反正把头一剔啊 就声称自己就是和尚 这下好了 这佛教的队伍是空前壮大 但那庙里呢 就更没法看了 风气是越来越坏 大大量那种动机不纯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呢 所谓的出家人 在庙里是吃肉喝酒 男男女女来来往往 与其说是出家人 倒不如说更像是那种混吃混喝的光头党 这天皇也没辙 你说公然灭佛吧 那显然是打自己的脸 自己爸爸给人劈的吗 老天皇劈的人家整育 全免税了 这种事是不能干的 你说整肃纪律吧 也不容易 谁来整啊 怎么整啊 凭什么整啊 大伙凭啥听你的呀 这全国上下的愣找不出一个德高望重这么一人来 眼见着国家税负是越来越少 这光头党是越混越多 这天皇实在也是没辙了 这才和佛教的高层秘密商量 找来了这个这俩明白人 让他们俩怀揣拯救日本的神圣使命 不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吗 这俩人就一夜偏周 来到了当时世界文化的圣地 大唐 来到了长安 一定要给日本请回一位高僧 这荣睿和普照两人实话实说 把情况也都讲了 掏出各种家伙事了 你看这是佛教的证明 这个是天皇的圣旨 人家都掏出来了 印信什么的都摆了一地 大伙一看这是真的呀 见真方丈呢 当时是一语未发 那数百僧众也是面面相去 俩日本和尚一看完 当时就傻了 心说不好 结果俩人先休息吧 俩人提心吊胆呢 一夜也没睡 没想到转天早晨 给叫到大殿去了 见真当着全体僧众的面宣布 我 我去 我去日本红法 这俩日本和尚当时一听 啪的地上是痛哭失声 可了不得了 可完成这任务 那弟子们一听 弟子们一听全都急了 什么情况 你要知道当时尽管是盛世大唐 但是后来不有很多人考证了 当时人的平均寿命也就三十多岁 这见真呢 55岁当时已经是高龄了 您这个岁数还要跨越大海去东渡日本 你这不玩命去吗 那肯定是有去无回呀 结果接下来这几天 弟子们是拼命的苦劝 干啥的都有 连哭的在闹的拍桌子的干啥的都有 但让这俩日本和尚放心的是 这见真大师意志坚定 日本啊 他我还去定了 这弟子们闹呢 当时还有另外一层道理 因为当时唐朝严禁本国老百姓出国 你这么出去 你等于是偷渡啊 你这是违法行为啊 唐朝呢 尽管当时号称开放 但依然呢 还是那种中原王朝的重农思想 外国人来行 来做生意啊 朝供来学习 我们都欢迎 但本国人不能出去 本国人出去 属于劳动力流失 严加禁止 在这之前几十年啊 当时有个玄奘法师嘛 曾经去了趟天竺 就没跟政府 没跟李世民大招呼 自己就跑了 你像西游记那小说里 说的什么通关文谍什么的 完全呢 都是子虚乌有 那都是明朝的事 唐朝没这个 根本就不提供这种护照签证服务 根本就没这么当的事 等于这地子们是掰开了 揉碎了 把道理都说尽了 结果见真 就一句话 是为法事也 何惜生命 生命在所不惜 我这是去弘法 决意东渡 那这东渡之意已决呀 那下边咱们就给大家说说 这六次前赴后继的东渡的壮举 第一次失败 公元742年冬 建真的率的弟子在扬州附近就造船准备出海 因为他的名声太大 又又又 一听说要去干这么件事 当过很多当时的富翁 当时扬州人都有钱嘛 骂头嘛 捐了很多的钱 那船造的还挺大 眼看就是船就造的差不多了 结果就出事了 建真呢 有一个旁支的弟子叫辱海 当时你想那折腾这么大动静 他还不知道 我们就听说了 结果就找到了建真的身边的弟子叫道行 说这么了不起的一件事 那我也要去 结果这道行呢 当时就跟他开玩笑 说去的呢 都是佛法修为高深之人 你像你这种绊调子 不能带你去 你去干嘛去 没想到这辱海呢 他不识斗 听罢 大怒 得 我去不成 那就谁也甭想去 这辱海呢 他们家有人在政府里有人啊 人家有人当官 直接他就找到了 当地政府 他就告状去了 说这一伙人勾结日本海盗 要图谋不轨 那地方官一听 这还得了啊 将是派兵去 把人就都给抓了起来 结果一看里边有建真大师 当时给吓坏了 赶紧就给放了 人放了 把船还是给没收了 你这毕竟是违法行为 你要出海这还了得吗 当时勒令那两个日本僧人 你们给我滚蛋啊 赶快回国 不得滞留 第一次 结果就这么开玩笑 就给开没了 第二次 失败 公元744年的1月 建真带着弟子17人 包括那个潜藏下来的 荣睿和普照 加上工匠艺人 80多人 经过周密的准备 从长江口准备入海 登走了 当时途中遭遇到了狂风巨浪 危急之中 船眼看就要沉了 当时建真大师 一立船头是高颂佛经 结果这船竟然神奇的 穿过了风浪 飘到了周山群岛中的一个荒岛上 幸免于难 是活下来了 但是这次呢 失败 第三次 失败 建真呢 再次准备东渡 这次计划从宁波下海 结果被当地的僧人得知 一听好 大和尚来还聊的 他们为了挽留建真 结果他们向官府控告 日本僧人潜仓中国 目的就是为了引诱 我们的建真大师去日本 那官府一听也不干了 当时就把这荣睿给逮住了 押送杭州 这荣睿他有办法 他会日本的忍术 半道装死 结果他侥幸逃离 第三次东渡 就此作罢 第四次失败 这建真一行人呢 为了躲避官府 这次啊 咱们换个地方吧 咱们换到福州下海 结果这次都准备的差不多了 都准备走了 结果这次 是建真留在扬州大明寺的弟子 林佑 实在是舍不得这个大师东去 太想念这大师了 这次是他报告了官府 结果官府啊 飞骑来拿 把这船给停了 建真一行都出去了 结果再次被人拦下 遣送扬州 回去了 第五次失败 这已经是在东渡的 第一次东渡的六年以后了 没有完成使命的荣锐和普照 结果当时也不知道 平时他们俩在哪躲着啊 结果一看好几年没动静了 又来求建真大师 还得去啊 结果这次 这俩和尚啊 他们准备的非常细致 计划也非常周密 船也找得好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 船行在大海上 又让大风给打了回来 十几天以后看见陆地了 确实是个岛 呀众人还挺激动 是不是到了 结果上去一问 海南岛 原本咱不是向东吗 咱们给吹到西边来了 这大风给他们打到西边来了 这一听说到的是海南岛 哎呀 巨大的失败 他也当时给建真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他怀疑是不是佛祖就不让我去日本弘法呀 当时甚至绝望的想 你看我都到了西边 要不干脆我去印度礼佛就得了 你要不让我上东走 我去西边还不行吗 结果就在这彷徨之际 当时真上火了 水土不服 加上这旅途劳顿 又被那个雍一所物给用猛的要了 当时导致双目失明 而且就在这时候他贴身的大弟子祥艳 作画西区 就在这建真和尚这时候可以说是败的一败徒弟 就在这时候那俩日本和尚的容锐也病死 弥留之际眼巴巴的就看着这个建真 手拉着建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之后呢这普照一看也没什么戏了 当时就背着这个荣锐的骨灰前来道别 当时他看着这双目失明心如死灰的建真大师 也说不出话了 啪爹就哭 没想到建真这时候对他说 不治日本国 五愿不遂 不去你那个日本国 我这心 我这心愿还就达不成 我非去不可 当时普照是大哭而去 那有朋友一定问了 这建真大师怎么了 你干嘛非要去日本呢 我想这大师的情怀啊 咱们体会 我想跟日本跟那个历史上那些了不起的传教士 那情怀是一样 普渡众生大爱无疆 这些人就是要把真理的光芒照摇大地 解救那些人们脱离苦海 这些人的心里只有大爱 他没有那个种族和国界的概念 这种大情怀 是现在心里那些 只有所谓爱国主义的那些人 那些人是无法理解的 那时候建真大师 他们心里是没有这些障碍 那接下来就是第六次了 这建真呢 从海南岛辗转转了一年多 才回到了扬州 这时候呢 天下人就都知道了这件事 结果大师在一路回扬州的路上 所过之处 人们呢 都在街边默默的注视他 向他投掷鲜花 表示敬意 这给了年迈的建真大师无比的力量 七年以后 日本派遣唐使来大唐访问 正使叫藤原清和 当时就委托当时在大唐朝廷做官的 日本人叫阿贝仲马吕 就是那个朝恒 正式向大唐政府请求 让建真大师到日本去传教 这朝恒可了不得 他和李白杜甫这帮人 他们都是哥们 当时交友遍天下 一开始呢 就拜托大伙啊 跟唐玄宗跟皇帝好好说 一开始疏通的挺好的 结果见面说这事的时候 这唐玄宗吧 突然心血来潮 说你们日本呢 想弘扬佛法挺好 但我朝呢 现在信道教 这个也好啊 建真是可以去 我再给你们派一个道士 去传传道教 你们看怎么样 那当时日本的使者 这藤原清和一听 光一佛教 我们还没弄明白呢 您再来一道教 那我们就更乱了 当时就拒绝了 结果这唐玄宗当时就伤自尊了 生气了 得 既然不行是吧 那就都别去了 当时特别下圣旨 不准建真前往 就专门就点名道姓 建真不许去啊 当时下的就这圣旨 你这下就麻烦了 还不是不托人 全傻了 最后是这使团的副使 就跟这正使 藤原清和就讲 这么着吧 我呢 偷着让建真上我的船 你呢 是正使 你就说不知道 一旦出了事 要杀要割 全是我 我负全责还不行吗 那藤原清和一看 那也就这么着吧 于是呢 建真一行人 就偷着上了这个副使的船 没想到这次缘分是真的到了 这船队一出海 照样遇到了狂风巨浪 这潜唐使的船队 就被风给打散了 正使藤原清和的座船 被风吹到了越南 结果登岸以后 几乎全被越南人所杀 而建真所乘的这个副使的船 历经艰险 最后却平安的抵达了日本 1266年前的今天 在日本的博多登陆 可了不得咯 当时大师到达日本的消息 那迅速就传遍了日本的朝野 历史记载 沿途有超过20多万民众 赶来迎接建真大师 一路上的黄土电道 一路的鲜花 从博多到京都奈良 蜂拥而来的日本信众 几乎将建真抬着 就迎入了京都 还没到京城呢 亲王 宰相 右大臣 大纳炎 几乎所有的文武官员 早就在路边迎候 当时的天皇叫孝谦天皇 和一个退位的太上皇爷俩 在皇宫门前也在那等着呢 宫里早已经摆好了 设好了宴了 恭迎大师 建真大师呢 到了那一出场就让日本人拜扶余地 因为当时日本皇宫赶上个事 日本最为宠佛的皇太后 当时病重 光明皇太后 日本呢 国内也有医生是久治不遇 结果建真到了那以后 我给看看吧 结果一出手 用了一撇药 就治好了这皇太后的病 那日本天皇这感动啊 当时就请建真 做了日本佛教的大僧督 这个不是佛教的一个称呼 这是一个官员 一个政府的 就宗教事务管理局的局长 就差不多这么个 他是个行政职务 也就等于任命了建真 为日本佛教的最高领袖 现在在唐昭迪四啊 当时摆着那个给他的圣旨 都在啊 圣旨里有这么一句 叫自今以后受戒传律 一任大和尚 全由你 等于将日本国内佛教 僧众的审批权的权权 全部都委托给了建真大师 从这以后 一向放浪行害的日本佛教 总算知道正经的规矩 是什么 当时建真的是登台受戒 日本的天皇皇后 太上皇皇太后 加上所有的亡公贵族 都受戒 成了建真的弟子 老师都是疑人 他们都是同学 太上皇天皇和底下大臣 全是同学 这在各国历史上也没见过 当时就轰动了天下 天皇赐予建真大片的土地 作为妙产 并亲自给写了一篇文章 给刻成了碑 这个碑今天也在 陈列在唐朝提寺里面 当时对建真表达了真挚的感恩和敬仰之情 建真的这时候已经失明 但他能够通过别人的阅读来纠正 日本当时那个经文里的那些错误 冲修佛教经典 成为了日本佛教史上里程碑式的一个人物 但建真带来的远不止此 实际上建真此行给日本带来的最大的影响 除了佛教之外 在文化上带来了一次跨越式的大跃进 当时跟建真去的那有很多的工匠 大大提升了日本的建筑雕刻等工艺 那个唐朝提寺就是在这些人的设计施工之下建造 直到今天他仍然耸立在奈良城内 被誉为当时整个奈良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 但后来他们要明朝的时候盖了一些大的 比朝提寺大 但在当时的奈良时代最精美的就是这个了 很遗憾啊 这个呢在建真的祖国到现在已经找不到唐朝式的建筑 南北朝的时候可能还有个一两个唐式的建筑 早就没有了 想看唐时的建筑什么样 去奈良去京都还能看到 在医学方面呢当时医学修养极高的建真 当时他把他的医术编了一本书 叫建上人秘方 大和尚也是上人的意思吗 建真吧他叫建上人秘方 这本医书一直用到了明治维新之前 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就转向西医了 一直中医说的就是建真的这本秘方 在书法上建真带去了数十卷中国书法名家的真迹 唐朝啊那时候可了不得 王熙之的丧乱铁就当时被作为见面礼献给了日本天皇 今天仍然收藏于日本的皇室是日本皇室的镇宫之宝 江泽民看到过啊还有谁啊唐家璇看到过后来的人可能就不让看了啊当时江泽民跟日本天皇聊我能不能看看这个可能是看了几眼啊 应该说建真的在日本普度众生可以说帮忙帮到了家他还为日本留下了豆腐 豆腐是这个建真一行带去的 那听到这呢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你说你带走这么多好东西那你建真不变成了一个文化间谍了吗你这行不行啊其实不然建真大师当时所带走的这些东西和当时圣唐所拥有的那个巨大的文化财富相比 其实真的只是九牛之一谋 建真东渡其实只是圣唐文化之海在不经意间溅出去的这么一滴水滴 结果让日本人小心翼翼的将这粒水滴保存了1200多年 让这粒水滴发出了那种钻石般璀璨的光芒 而身后曾经浩瀚的那个大海本身却早已干涸无忌了 建真离开唐朝的那一年是公元753年 两年以后震天的鱼羊皮骨就打碎了唐人的盛事 暗史之乱爆发 中国人失去了曾经最辉煌的巅峰时代 等于建真东渡正好在大唐国运的转折点上 他带走并让日本人带为保存的 是整个中华民族鼎盛时期的那个气魄和毒量 就为这个 我们也该和日本一起来感谢这位始至不渝的这位高僧 建真到了日本十年以后 原济 弟子们按照大师生前的样貌做了一个甘七象 作为大师的一个精神象征 在唐朝提寺的金堂里边 这个甘七象一直在 一直供奉到了今天 但一年现在只开放几天 是日本最重要的国宝之一 咱们这么说不恭敬的说啊 如果日本说十个国宝一定有这个作向啊 就到这个程度 咱普及一个小知识 中国被称为China 什么意思啊 瓷器的意思 Japan是什么意思啊 是七器的意思 日本的七器做得好 哪学来的呀 建真大师带去的 1980年建真大师的七象回国醒秦 当时全日空的飞机负责把坐向运回到中国 飞机一起飞 当时日本四架F4战斗机升空 在周围护航 进入到中国领空的时候 日本的战斗机返航 中国空军的四架战机接替使命 继续为大师护航 坐向先到达了上海 一路辗转来到了扬州 现在有那个当时人民日报都有这个记载啊 都有照片 沿途的群众数以百万计 当时自发的迎接大师还乡 这种真挚热烈的场面 在当时任何一个国外的最高元首来华 你都享受不到这个待遇 其实呢在1980年 人们当时对宗教并没有什么认同 但是人们对这位建真大师的敬爱 应该说是超过了宗教的范畴 是对当时建真那个时候的 中国文化的一种真心的赞叹 建真呢作为中国文化的使者 当时把先进的文化传播到了日本 他本身就是那时候中华文化的代表 象征和化身 那等于当时坐向去了中国访问 那日本的唐昭提示不能空着 当时日本呢就请范增先生 就画一幅人物像 摆放在原来那个坐向空下来的位置上 范增呢当时仔细研读了大师的事迹 敬仰之情是油然而生 当时激动之下 他就画出了那幅绝世的作品 对范增先生的作品呢 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评价 但是呢你不管谁 别的画怎么评价不管 但是范增的这幅建真大师的画像 在日本也是国宝 也是国宝 成就了当时艺术界的一段佳话 今天是2020年的1月22日 我们把今天呢用来纪念 这位了不起的建真大师 当年他东渡等于把大唐文化带到了日本 给封存在了日本 也让我们今天才能有幸亲眼能够看到 大唐当年的风采 要不然的话我们都没地儿看去 这一滴水滴建到了日本 最后被完整的风存在了那里 这才了不起啊 所以说建真大和尚实在是了不起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